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功夫期货 我是齐王杰帅 投资朋友 如果想要学会技术分析 战胜期货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直接加入杰帅的团队 或者透过LINE ID搜寻 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透过LINE 加入杰帅的团队也可以 那投资朋友在收看影片的时候 请先帮杰帅一个小忙 帮杰帅订阅按赞 以及分享 好 如何按赞订阅分享 这是影片的画面 影片画面的左下方 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麻烦各位举手之劳 先动动你的手指头 点个赞 给杰帅一个精神的鼓励 让杰帅更有热忱 来为大家做服务 为各位来分享我的 期货的操作的一个功夫跟技巧 好 这是按赞的部分 那订阅 在右下方这个地方有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各位如果想要天天收看杰帅的功夫 期货直播的话 麻烦开启这个小铃铛 一样动动手指头点下去就可以了 以后就可以每天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 每天学到杰帅的功夫 好 身边如果有做期货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要怎么分享呢 很简单 影片画面的下方有个分享的按钮 一样动动你的手指头 把它分享进去之后 各位看一下你赖里面的亲朋好友 有哪些人在做期货跟选择权的 赶快分享给他们 不要再让他们成为市场上的输家 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慢慢的大家都可以变成功夫高手 慢慢的大家都可以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这是杰帅最大的一个心愿 因此记得给杰帅按赞订阅分享 让杰帅有更大的热忱来服务大家 好的 直接来看一下今天整个十月起始 以及卸货的表现 今天十月起始跟现货最后是震荡走低 十月起始下跌了80点 而现货部分跌了75点 那直接看一下今天整个十月起始的行情变化 首先今天十月起始开盘开在17337 开在17337的时候 早盘其实前面一个小时 非常的黏 也非常的怎样 瑕福整理 最高只有反弹到17362之后 突然一根长黑棒灌杀下来之后 接着就一路震荡走低 最低杀到这个17191 在12点的时候 然后最后再稍微反弹一段行情上来 形成了两段行情 第一段行情从这个17362跌到17191 这段行情跌了1% 171点 那第二段行情就是这段反弹上来的行情 基本上也有大概670点的行情 所以你来看 把这个177加60点 又是230点的行情 那今天的关键在于什么地方 在于早上这个一个小时的整理的时间里面 你到底要用什么方式 才能够判断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想这个是今天制胜的一个关键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投资朋友 在看这个期货的时候 很多人的做法都是看着期货的报价上上下下 然后凭着自己的感觉跟猜测进场去操作 我再讲一遍 以这种方式的操作 你的成功率只有一半 因为你等于是用感觉 跟猜测的方式在操作的话 那跟赌博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我们都知道 赌博最大的一个机会 再怎么厉害的人 如果是凭感觉用猜测的方式 赌博最大的这个几率 它就是一半 猜大小嘛 就是一半嘛 不是大就是小嘛 对不对 那这一半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长久操作下去的话 你把1 2分无限的沉下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1 2分一直沉一直沉 它数字越来越小 所以到最后就趋近于零 所以这个赌博的方式 它绝对是不牢靠的 一定要有一个怎样 稳健而且科学的方式 去判断这个行情 你才能够呢 长长久久的成为赢家 而且当你找到这个方法之后 你的每一笔操作 你都会很有把握 很有信心 因为你的胜率会提高 当你的胜率提高的时候 你的每一笔进场都会很有信心 而且会非常的安心 因为你知道 你为什么做空 你为什么做多 你的理由是什么 找到之后 你进场之后 你就会很踏实 而不是用猜测感觉的方式 这个用猜测感觉的方式 进场去操作 只会产生一个现象 投资朋友一定是 很多人都是这样 进场操作的时候 看着行情 现在做多也好 做空也罢 心情都会怎样 跟着七上八下 跟着指数的上上下下 心情也跟着起伏不定 跟着紧张 跟着不安 像这种情况 基本上都是因为 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依据 所产生的情绪上的一个反应 所以来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方法 可以判断出说 早上这盘整区 就是必须只能做空 而不能做多 很简单 把一分钟K线把它调出来 各位 一分钟K线 再搭配30分钟均线 这是我最习惯用的一个方式 判断行情的一个方式 那各位 从我看 从我讲直播到现在 我一直都跟大家介绍 30分钟均线 当然有好朋友私讯结帅说 老师啊 那如果说我是看的是日K棒的话 日K棒的话 那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均线呢 如果你看的是日K棒的话 那基本上代表你做的是波段单 那我比较建议用30日均线 因为这个是1比30的概念 各位你可以看到 这1分钟K棒了 所以这是30分钟的MA 30分钟的均线 搭配1分钟的K棒是1比30 所以如果你在做这个日线 以日线为参考依据的话 我的建议是用30日的一个均线 来当作辅助的工具 好这条线是我所用的线 它叫30分钟均线 这条均线是我来判断这个方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开盘的时候是开在17337对不对 各位如果去看走势图的话 基本上它好像是开高对不对 但实际上我的研判是 它今天其实应该是属于开低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各位来看一下 我会这样说是有逻辑的 昨天的夜盘 我是看昨天的夜盘 昨天其实各位去看一下那个夜盘 因为我们的大碳集系统 它是日夜盘都有 所以我看了一下那个夜盘 它最后收盘是收在17365 各位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这是公开的资讯 它昨天夜盘收到17365 那今天开在17337 如果以夜盘的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它其实是跳空开低28点 因为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跳空缺口 跳空下来28点 所以它基本上是开低 那我讲过了 开盘的第一件事情要干嘛 每天开盘的第一根K棒 一分钟K棒 一定要先去看一下这个成交量 结果今天的成交量 竟然一开盘只有1000多孔 不到2000孔 那代表说开低未爆量 那开低未爆量 像昨天的这个直播节目 你有跟大家讲 如果开低没有爆量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还会有低点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资讯 还会有低点 结果你可以看到 除了还会有低点之外 它还会有个警讯 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里做多的话 基本上它往上涨的幅度 空间已经不多了 结果你来看 这里叫337 它最高涨到哪里 17362 就只有反弹个20几点 就涨不上去了 好 那各位一定很好奇 就是说 这个17362 为什么是今天最高点 它就涨不上去了 其实有一件事情 真的实在太巧合了 各位你可以看到 昨天夜盘是说在哪里 17365 对不对 那今天最高就到17362 你不觉得17362跟17365 这两个点会很接近吗 那为什么会这么接近 因为它就是在回补缺口 它在做一个回补缺口的动作 那回补缺口之后 为什么就涨不上去了 这理由很简单 因为有可能昨天 在尾盘夜盘的时候 有人留多单 来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有些人 他不想跟他拼了 他想要赶快跑掉 因为他没输了 他解套了 我讲过了 高档地区的卖压有两种 一种叫做解套卖压 一种叫做获利卖压 当昨天夜盘 有人在17365这附近 去留下多单的人 他今天开盘看到 怎么只有开个17337 感觉上好像 不太稳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当这行情很温和的盘整 冲上来到1736级的时候 这里一定会有卖压 因为有些人不跟他玩了 他可能会想要先解套来 看一下行情的局势 再来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所以在这里为什么 每次回补缺口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出现卖压 那第一档地区也一样 如果说 有一个跳空 这个开高的一个缺口 当他杀下来之后 基本上来到这个缺口区 他回补完毕之后 都会有买盘介入 这都是相同的逻辑 所以这个缺口 其实基本上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为什么说今天来到17362之后 他就涨不上去了 那涨不上去这时候你就要看 其实当回补缺口的时候 涨不上去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要去赶快去注意一下 看一下他的K棒的变化 如果说在这些高档地区 他不断的出现连三黑的情况的话 那就是一种警讯了 连三黑我也讲过 我喜欢看三根K棒的原因 是因为四不过三 我一直都用三根K棒来 判断这个行情 而且我觉得这个准确率还蛮高的 在这个高档地区 17362结束之后 他出现了连三黑 其实出现连三黑 而且差一点跌破这个怎样 30分钟均线 这里没有跌破 所以这里不能放空 哪里才可以放空 就在这里 这个地方最适合放空 这个地方最适合放空 如果这里没放空 这里也要放空 不过这根K棒太快了 所以基本上今天最佳的空点 应该是在这根K棒 他在高档出现了连三黑 而且出现两次 这个地方画圈圈 我写一个最佳空点 所以今天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你就应该要进场 去做一个放空的动作 那当然我也讲过 其实开盘的时候 你只要有这个敏锐的观察力的话 你会发现 他其实今天是跳空 开地28点的情况之下 开地未爆量 基本上你其实就可以进场 去做放空了 那有没有这种先知先觉的方法 当然有啊 我等一下就会讲啊 好 那所以回到今天的走势图 如果说开盘 你看他跳空开低 在17337的时候 如果你有敏锐的观察力的话 其实开盘价 其实就可以先进场空一笔了 好 那到底有没有这种方法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大碳级系统 大碳级系统有一个指标 叫闪电指标 这个闪电指标基本上 它就是在一开盘 它就是能够很精准 明确的判断出 今天一个大方向的一个指标 那今天的大方向 我们的开盘价怎么说 17337闪电做空 也就是说这套指标 其实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它就已经站在空方了 17337 最高就来到17362 对不对 那个缺口连回补都回补不了 因为那个缺口 昨天收盘是收到17365 今天跳空开低之后 它往上企图要回补 那缺口都回补不了 就跌下来 所以今天呢 基本上呢 大碳级系统开盘价 它就进场做一个放空动作 这里也出现放空动作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停力提醒 对不对 一样嘛 放空停力提醒 一样 看着这个闪电指标 你也可以这样做 这里放空 这里把它停力掉 这一段你就可以赚起来了 对不对 好 17337空单直接进场 至少两口大台纸 接着结帅怎么带会员做 我们来看一下 结帅到9点半的时候 我才出手 9点半的时候 我就请会员试驾放空 10月期指目前报价 17306附近 收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试驾做空 至少两口大台纸 我们的停损抓17377 有没有机会打到停损 没有机会 今天的停损 根本没有机会打到 因为最高只有来到17362 我讲过了 我们的停损虽然大概抓70点 但是你放心 打到停损的机会是微乎机微 那为什么停损要抓这么宽 因为我们要避免洗盘震荡的过程当中 把我们的对的这个方向的部位 把它洗掉 所以我的停损大概抓70点左右 那在这个地方其实直播 节目里面我也讲过很多遍 停损绝对不能只设20点30点 尤其是在17000 你如果设20点30点的话 你绝对很容易被打到停损 而且你的方向是对的 你方向对但是被打到停损之后 后面的行情你根本赚不到 所以停损在这里绝对不能只设20点30点 这个地方一定要跟投资朋友做说明 如果你只设20点30点的话 很容易做对了却赔钱 什么叫做对了却赔钱 你方向明明看对了 你方向明明做对了 却因为你只设20点30点停损而被洗出场 然后你这样子莫名其妙停损掉之后 后面的行情又是正确的 不会觉得很懊恼吗 所以在这里我们虽然设的停损是70点 但是绝对没什么机会打到 好我们接着17306放空之后 各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大碳级系统 大碳级系统其实在今天 基本上也只有一个放空讯号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放空讯号之后来到这个地方停力提起 又是一大段行情 那各位一定会很好奇说 奇怪了为什么我们开盘就知道要做空 为什么我结帅也要带会员放空 那我们的大碳级系统 碳级当中指标为什么也放空 逻辑就在这里嘛 我讲过了我们的系统也好 我的操作也好 完全都是非常笃定的 而且不是用拆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完全同步操作 包含我们的系统开盘下做空 我的简讯会员放空 以及我们大碳级系统的碳级当中指标放空 它都是有技术分析的原因 而不是用拆的方式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当然这个放空下来 我们都知道这里有个所谓的停力提醒 对不对 那这个停力提醒点到底在哪里呢 很简单不需要你猜 这跌下来最低到17191 我们的系统所算出来的支撑点叫17212 所以基本上做空停力看支撑 而且我们的大碳级 碳级当中指标有一个所谓的停力提醒 在这个第一档地区 那第一档地区如果说你不晓得点位的话 投资配合有大碳级系统你去查一下 相对应的支撑点叫做17212 所以在17212 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回补的动作 那这样子开盘价放空 17212回补 是不是一笔交易就250点了 没错吧 那再来我们的简讯会员17306放空 17212给它补掉 是不是也跌了188点 这个两笔交易加起来叫做438点 那今天可不可以抢反弹 当然可以抢反弹 跌升之后出现的停力提醒 当然可以抢反弹 如果你有大碳级系统 你今天会在17212进场去做多抢反弹 好 那来到了10点36分 有软体的会员按照这个短波支撑 17212做多者 建议短线17262附近出场 出场 那这个地方出场之后 基本上还是可以再拿下50点 虽然说反弹幅度没有很大 但是两口单还是可以让我们顺利的 抢反弹成功100点 所以把这三笔交易加起来 总共涨跌又是538点 成功不就是这样吗 有功夫就有财富 所以基本上其实基本上操作 期货这一件事情 你可能看了很多人也看了很多书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明确固定的依据的话 基本上你还是很难在这个市场上赚到钱 你懂我的意思吗 好那讲完了期货操作之后 我们接着再来看选择权的操作 选择权今天该怎么做呢 既然早上只能放空 那当然我们就是买进卖权 那卖权的话今天是1720的卖权 不过因为今天是礼拜四 我讲过了 这个隐含波动率最凶悍的时刻 是在礼拜二礼拜三 即将要结算的选择权 所以今天的选择权 其实价差空间并没有很大 53到104 我们今天在75点买20口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操作 9点34分9月第四周选择权 17200的卖权 报价在75点附近 收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买20口 今天买20口 75000块 那75000块到底有没有价差可以赚 有啊最高来到104啊 那今天跑短线你要有钱赚啊 为什么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一要跑短线 因为它的空间不大 所以我比较建议礼拜四礼拜五 以及礼拜一的操作 会员尽量短线操作 那短线怎么做你看一下 选择权当冲班手上9月第四周 17200的卖权 75点的部位 我们建议短线操作 你们有没有看到 建议短线操作在哪里 95点出场 好我们看一下这9点37分 最高104在12点的时候出现 好来我们看一下 所以这一定出得掉 75点买20口 95点出场20口 你的75000块 就可以变成95000块 当你的75000块 变成95000块的时候 你的口袋就多了2万块出来 2万块等于大台值多少 100点 所以你看选择权今天又赢了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标题要写 又再度得分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赚钱啊 这个成功它绝对不能靠运气的 你说我运气真的那么好吗 不可能有人一直好下去吧 所以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原因 那这个原因我要告诉你 就是因为我们有技术分析的功夫 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站对边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绝对不能靠拆的 靠拆的不可能每天都运气这么好 你懂我的意思吗 好 讲完了选择权操作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探极当中指标的操作 来各位 探极当中指标是我们大探极系统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这个指标基本上是给我们的会员朋友 当作操作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那我再讲一遍 大探极系统的 的这一套软体呢 基本上跟很多软体是不一样的 很多软体其实基本上只是为了表演 为了做生意用 什么叫做为了表演 为了做生意用 基本上老师上去 就是一直说他软体多准多准多准 可是你只要认真看他的节目 其实基本上看一个礼拜 你就可以知道他在卖什么膏药了 很多老师虽然软体每天都赚钱 但是你会发现到 他可能今天讲的是一号指标 明天讲的是二号指标 后天又给你介绍三号指标 一个礼拜介绍一号到七号指标 每天讲不一样的指标 那当然每天会赚钱 为什么 因为七八个指标里面总会有一个对的 那你只要挑对的出来 用力的演 认真的演 然后就让人家觉得好像很神准 那不知情的投资朋友买回去之后 你就知道你上当受骗了 为什么 因为七八个指标里面 你不可能每天运气好到都选对 所以当你的老师今天在台面上 电视上表演一号指标的时候 你却在哭泣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不小心选到三号指标 可是你老师讲的是一号指标 那所以你跟你的老师所运用的指标 今天不一样 他在赚钱你再赔钱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就是很多表演用的指标 但我们的系统不一样 我们系统强调就是单一指标 三分钟指标 所以会员他们没有选择的困扰 而且我们日盘夜盘 都同时 让我们的会员可以来操作 这一套系统里面有日盘也有夜盘 它全部都是包含在一起的 日夜盘都可以操作 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行情 那最重要是这一套系统 清楚简单容易上手 会员朋友也好 投资朋友也好 你只要看我直播节目 还不是会员的 你看都知道怎么做 那怎么做 我们现在讲第一个方法 跟着探极箭头进场 好 红色箭头向上的时候要干嘛 多单就直接进场 这个讲过了嘛 对不对 绿色箭头向下的时候 要怎么做 空单直接进场 什么时候出场呢 当出现停力提醒的时候 你就跟着出场就可以了 好 那这张字卡 基本上我想我每天都会拿出来讲 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 我们的做法其实是很简单 而且很固定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能不能赚钱 首先 昨天第一个交易训绕是做多 是做多的训绕 那这个做多的训绕 基本上底下是绿色 所以这个交易训绕 其实基本上可以省略不用做 因为这个主力控盘趋势是绿色 这里是红色 所以这个训绕可以不用做 那就算你操作 也不会赔钱 因为很快的他又翻空了 所以这里到这里基本上是没有 没有什么赚赔 这个就不用讨论了 再来看第二个训绕是放空 这里是放空 那底下主力控盘趋势是什么 是绿色 所以这笔单要做 果然做了做马上赚46点 对不对 因为这里出现一个停力提醒 对不对 那最后这笔交易基本上 是进场做多 那要不要做 要做 底下是红色 但是昨天的夜盘 行情并没有很大 后面涨上去的幅度没有很大 所以这里我就没有去统计它的点数 大概只有十几点而已 那这个就算你做这个隔日冲 基本上今天早上卖掉 也没有什么赚赔 我们都有去检查过 所以 所以来到今天的交易训绕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今天的交易训绕就很简单了 因为这里出现一个放空训绕 底下是绿色 所以今天唯一的交易训绕基本上 这里放空 然后这里停力 有没有看到 这里放空 这里停力 这里叫进场 这里叫出场 这一进一出 这基本上今天又可以拿下93点 所以你看 跟着箭头来操作 昨天的夜盘你可以拿下46点 今天的日盘再拿下93点 93点加上46点就等于139点 139点 将近140点 也是不错 140点的话2万8 一口单 那10口单就是28万 那基本上用这套系统来操作 又轻松又简单 你根本不需要伤脑筋 而且最重要是这套系统 它可以装在你的手机里面 这装在手机有什么好处 你睡觉的时候放旁边 无聊睡不着 看一下手机现在到底要不要操作 你还可以在睡觉前赚它一笔 然后再睡觉 好这第一个方式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跟着探极星星进场 多单停力提醒的时候代表 高点已经到了 麻烦你空单就要进场 不要再追高了 空单停力提醒的时候代表第一点到了 第一点到了要干嘛 就要多单直接进场 不要再沙滴了 追高沙滴不会赚钱 那么看一下 这昨天的夜盘 基本上这里有一个空单停力提醒 其实昨天可以抢反弹 但是是要在这个停力提醒出现的时候去抢反弹 这一段抢反弹上来到尾盘 其实有95点的空间 所以你要赚个50点绝对不是问题 这里买的话就稍微抢不到反弹 那这里赚完95点之后 今天还有没有机会抢反弹 用就是这里跌下来这个地方 还有机会再抢一段反弹63点 所以这两段反弹的幅度加起来又150点 所以这一套系统它其实是多空双向灵活 你运用不同的指标 运用不同的方式 你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它的逻辑都是正确的逻辑 就是在高点放空在低点做多 所以在这地方千万多 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稳健可靠的方法的话 真的直接来找结帅 结帅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长长久久 然后这两天 其实基本上今天礼拜四 明天礼拜五 接下来就要放中秋佳节 连续四天的一个假期 在这地方 结帅提前祝福全国党 中秋佳节愉快 当然在这里我希望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残捐 结帅希望中秋佳节过后 我们都能够一起久久 什么叫一起久久 我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在一起 一起操作 一起赚钱 一起学功夫 一起呢 战胜期货市场 所以在今天我们一样三大商品 大碳级期货交易系统 旗子的当通简讯 选择权当通简讯 结帅为了要跟大家在一起久久 推出了1799-1799的活动 那什么是1799-1799的活动呢 董事佳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 这很特别的一个活动 你问了你就觉得 这好像感觉是一个很温馨的 中秋佳节礼物 所以电话把它打进来询问就对了 0800-370-888直接来电询问 或者直接加入结帅的Live 小老鼠A957 或者是扫描QR Code 都可以询问到结帅 当然 节目进行到尾声 结帅还是要提醒大家 其实结帅做这个直播节目 基本上是不收费的 我想大家都一定知道 除了不收费之外 结帅还是希望 慢慢的把我的一生所学的技术 以及功夫 传授给全国收看结帅直播节目的好朋友 所以我只要各位 给我按赞订阅分享 给我一个精神鼓励就好 所以看完节目记得 一定要点个赞 不一定要跟你收费 但是一定要给我按赞 让我有这个热忱再继续服务下去 按赞之后 记得订阅 你就可以每天收看结帅的节目 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 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 让他们跟你一样 可以每天好好的学功夫 那当然 这个一起99 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活动 我希望跟所有的投资朋友 都能够天长地久的在一起 我们天天一起看着奇卧的行情 天天一起在奇卧市场上赚钱 所以欢迎投资朋友 永远来洽询 这个一起99的活动 留意我们的电话 0800370888 直接把它播通就可以了 好 节目进行到这边为止 祝福全国都是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拜拜 好